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样 各位 二位 二位女士 欢迎二位发问 你好 首先第一点我很欣赏你这种态度 那我想问一下你就是说因为你在创意方面有很好的一些经验 那你在一个设计这个bunnel的时候你的风格是一向固定的 还是你有一个固定的形成比较平衡左右上下 就是我不知道你的创意是随着所需要的不停的变化 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创新性 这个真的得不同的案子不同的说 我现在就是凭空的这么想我肯定也回答不了你 就是你有不同的案子然后不同的品牌 必须得量身打之道才可以 好的 谢谢 好 文怡的问题 来 我是想问你你怎么样的设计你未来的这个平面媒体编辑的岗位 你会把你现在的设计方面的优势怎么样连伸过去 对 其实我相信他更关注的是在内容上 同样咱俩去南澳玩 是吧 那你就能利用自己的那个优势和长相出来什么样的东西 是这意思吗 对 我排过就是每次旅行回来我会自己排一些小册子 上面有文字的记载然后还有图片 包括在就是博客上也会有展示 然后如果你有兴趣去看的话 你会发现文字的组织上其实还有一定的逻辑性的 我不知道这个文字的才华怎么能展示 看到最浪漫的地方 你用一个很短的几句话给我描述一下 我想看一下你文字能力 因为我们是一个很靠谱的一个工作 我觉得我最浪漫的一件事其实是在那个呆鼠岛上 然后我看到的就是那个小酒店里面 然后有一群老年人 然后他们特别开心的在给一个人过生日 然后那一个瞬间就是特别吸引我 然后我觉得好感动好温馨好浪漫了 就是人要有一个那样的生活状态 无论你到一个什么样的年纪 有朋友在然后有那种 说得很好 谢谢 韩泽 我先麻烦我们的音响老师 我很认真的说 请他把沐延的话筒拉下来 我最后再说一句话 其次 韩泽你坦率的并且毫不犹豫的告诉我 说当有人给你提供的是情侣旅游体验师的时候 你就给我一个答案 你有没有可能做这份工作 因为你的选择直接决定了沐延是要留灯还是离开 不是我想问主持人一个问题 就是咱们这个节目 比如说我今天所有的灯都灭了 然后几个月以后我能卷土重来再应聘其他的职位吗 当然 那就灭了你吧 好 两位现在留了下来 他们会给你提供相应的职位 并且你要和二位谈钱 不相感情 能够提供的职位 我们是设计部主管 主要负责视觉 还有所有对外的广告的这些banner 还有品牌banner 来建美职位 通过这一轮的互动之后 问不知道韩泽是不是有同感 我觉得如果要做文字编辑 对你从前的积累来说可能是个损失 我想你能不能考虑做策划编辑 策划编辑的概念是说 我们每年也会有至少五次出国采访的机会 那么在同时呢 我们策划编辑还要承担一部分职能事 我们杂志还有一些衍生的产品 比如说像我们即将要做的旅行相贴的设计 海报的设计 很多很多跟形象有关的设计 因此我是现在想要调整一下 看你能不能考虑我们策划编辑的岗位 策划编辑还让去那是哪儿 亚特兰蒂斯 亚特兰蒂斯吗 有的 是 我现在不能问问题是吗 你现在可以问啊 钱的事你还可以问 不是钱 别老谈钱 我想问一下 就是之前那个 你们原本想知道的那个文字类的编辑 它出国的次数其实跟策划编辑是差不多的次数 是差不多的对 嗯对 那其实我其实更喜欢策划编辑 好 实话 谈钱吗 谈钱吗 谢谢 我欣赏你的谈帅 我给你起薪是五千 然后加五百块钱的那个交通参补费 然后是适用期的时候没有折扣 适用期以后 我觉得是根据你的工作 这种成正比的再调整 谢谢 嗯明白 我们这边编辑岗位的工资是幅度比较大的 因为跟每一个人的工作量 编板量啊 那创业设计的工作量是有关的 大概在六千到一万五之间的这个跨度 是有这样一个跨度 因为有一些设计的工作是要跟市场跟客户结合 它有一个过程奖励的问题 韩泽 十五秒钟的思考 然后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尊库 还是世界 还是选择 谢谢 以后再见 选择十五秒钟的思考 然后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尊库 还是世界 还是选择 谢谢 以后再见 你选择世界在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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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给我扶划 再见 韩泽 韩泽的出现其实呢也是在飞女墨水的这个平台上传达一个特别重要的信号 就是当职业人 大家都是很兴奋的 这种兴奋就表现在任何的一个行当 其实都需要特定的职业人 我们也希望啊 有更多的朋友就清楚自己要什么 清楚要什么的职业人 在这个舞台上是最受欢迎的 最新二月